好 金球獎的紅毯也相當的有看頭 不同於過往 今年星光大道他們鋪上的是銀色地毯 有許多的大咖劇星 還有導演以及製片都盛裝出席 現場星光翼翼 也象徵好萊塢電影頒獎記正式起跑 睽違兩年象徵好萊塢電影頒獎記起跑的金球獎 每期時間10號登場 不同過往的紅毯 今年好萊塢的意義星光是走在銀色地毯上 順利 科幻片 媽的多重宇宙 拿下音樂及喜劇類最佳女主角 楊子雄穿著優雅黑色香鑽禮服 宛如把夜晚的銀河穿在身上 長髮單邊垂直腰際 典雅卻也有著影后氣勢 而楊子雄的強勁對手 五星饗宴女主角安雅泰勒喬伊 同樣放下長髮 以黃色絲質兩截式樓腰禮服亮相 而劇情類最佳女主角入圍女星 則在銀毯上展現截然不同的巨星風采 金髮夢露的安娜德哈瑪斯 黑色禮服 中間有著繁複銀色鑽石 龍族前傳的艾瑪達西 則是寬大黑色西裝 搭上藍色淚痕眼妝 腳踩相鑽肩頭短靴 而阿拉斯加日報的希拉瑞史旺 則是挺著運動 身着剪裁簡單大方的墨綠色禮服 在電視戲劇類方面 以網飛影集星期三入圍 音樂及喜劇類劇集最佳女主角的珍娜奧特加 不改一張招牌厭世臉 但穿上飄逸希臘女神風格禮服 露出小蠻腰 同樣是露腰禮服 卻風格迥異的是一身陣紅的英國女星 莉莉詹姆斯 以潘與湯米入圍迷你劇集 最佳女主角 與身穿裸色基底 水鑽網狀群 盤起長髮的傑西卡 雀斯坦 共同競爭 這很興奮 我已經在這裡很久 但我非常幸運 湯姆克魯斯 和所有人都參與《Top Gun》 戲劇類最佳影片的奪獎大熱門 捍衛戰士獨行俠 製作人湯姆克魯斯並未出席 男拍角格倫鮑威爾 以基本黑棋狀態領結 走上銀毯 以蜘蛛人一腳 伸直人心的安德魯加菲 暗橘色西裝 內搭黑襯衫 成為一票 黑色為主的男性中的跳色亮點 華視新聞 都可以毛多告編譯